卫生部长严金勇昨晚在回应媒体有关中央医院病人在院感染C型肝炎事件的时候也指出 独立检讨委员会将会调查中央医院是否有疏漏 这包括中央医院是否有及时做出反应 重要信息如何向上传达 以及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 例如安全程序和信息传达方面 如果当中有疏漏和不足 就要弥补和改善 严金勇说 保持透明是很重要的 中央医院昨天傍晚也表示 已经联络上95% 也就是646名在今年上半年 在两个受影响的肾脏病房留医的病人 从今年1月到6月 共有678名病患在受影响的肾脏病房留医 院方已经为186名病患完成了血液检查 根据中央医院昨天发布的事件时间表 中央医院是在8月底才通知卫生部发生集体感染事件 声明显虚实的肾脏病房留医院 以往前提供的肾脏病房留医院 是在8月中央医院的肾脏病房留医院